近一个月来已经是在逐渐的减少图现看 尤其是在湖北以外的这条线 大家看到的这个浅粉色的线 是属于湖北以外的一个 新增的病例已经是从2月25号开始 都是已经是在10以下 所以说这个病毒的话 在中国其实已经控制的是不错了 那在我们所在的上海的话 目前的疫情的话控制的就更好了 从1月份开始统计以来 那我们每天新增的病例都没有超过25例 从2月15号开始 那每天新增病例的话 是已经是低于5 在5以下 其中有15天的话 都是零新增 而这主要是中央体现了上海政府 对这个疫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病毒的话 在中国会很快的就是消灭掉 然后相信在9月份 大家来中国读书的时候 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当然我们很遗憾 就是这个病毒目前在全球的其他国家 还在蔓延 我们希望它 这个病毒也能够在其他的国家 能够得到控制 那今天来参加直播的同学们的话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注意防护 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进来的有33位同学 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好 哈喽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位于中国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 我们从中国的上海向各位同学们问好 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Chinese Road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跟大家进行交流 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通过 咱们Chinese Road 学好汉语 走进你理想的中国大学 我是王老师 前面有介绍过的 接下来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今晚跟我一起为大家直播的各位老师 这位是我们周老师 周老师是负责硕博项目 我是负责本科项目 还有我们孙老师 大家好 是负责非学力项目 另外的话 我们还有四位华里的国际学生 留学生同学也在线 稍后在我们介绍 介绍完学校的情况之后的话 他们也会分享 他们在华里的一些学习和生活 给到大家 好 那今天的话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华里的情况 包括留学生在华里的学习和生活 学习学历项目的一个介绍 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奖学金的申请 还有就是孙老师要给大家介绍非学历项目的情况 那每一个部分我们介绍完的话 也会留个一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举手提问 前面有提醒过 先进教室的同学小伙伴们 因为天气可能比较炎热你们那边 所以在举手发言之前 先注意好自己的着装 因为举手的话 王老师他我会点点你 一提问的话 你的视频就可以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 好 那现在就是进入我们的正式的 这个华里的之旅 首先来看一下学校的一些一些介绍 我们学校的话是在1952年正式成立的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将近70年的一个发展历史 发展成为一所这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那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国家211重点建设学校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学校 以及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那从各权威机构显示的这个学校排名来看 基本上华里我们在全中国的大学里面是排在30名以前 在上海的话也是在前五位 那目前的话我们是有 一共是有15个学院是针对留学生开放的 包括303个学历专业 超过100个实习基地 学校的话有26000人的学生 包括1000多的这个留学生在内 其中的话我们还有3000人的一个教职工 在教职工当中的话有1100人是教授 具有教授和副教授的职称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科研实力 那根据ESI的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我们是有六个学科进入了全球排名的 全百分之一的一个行列 包括像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等等 其中的化学学科还进入了全球排名的千分之一行列 去年也就是2019年 我们是有1600多人次的国际学生参与不同的项目 包括像本科硕士汉语学习 预科短期项目等等 他们来自116个国家 这是简单的学校的一个情况 在我讲的同时的话 我们的季老师还是在不断的po我们学校的一些照片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举手问一下 当然这个第一部分的篇幅是比较短的 目前我没有看到同学举手 没有人举手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 大家今天过来听的话 肯定都是想说 华里到底是好在哪里呢 为什么要让我们选择到你们华里 我们可能有的同学说没有听说过华里 那我要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华里的几个理由 好不好 首先就是我们的学校的知名度 还是在海内外还是比较高的 在属于全球这个top400这样一个排名 学校的这个科研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我们是在理工类的专业的话 是比较建长的 所以我们的大学的名字叫华东理工大学 当然有的同学的话 他说哎呀 我的数学物理化学可能不太好 我一听这个理工头就大 但实际上我们除了理工科的专业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别的专业也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商科 我们商科也是很有特色的 我们商学院是1990年就已经建院的 商学院到现在也已经有30年了 而在中国的话是7所商学院之一啊 第一批通过一个MBA的一个认证叫卡马认证 MBA的教育管理认证啊 另外的话我们这个艺术学院啊 也有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呃 艺术学院的师生 他们经常在一些国际的一些大赛当中 展获奖项 比如说像红点奖 IF奖 这边有我们的这个照片 呃 老师同学在在红点奖的这个舞台上 领奖的一个照片啊 所以说我们呃 除了理工科之外 我们商科文还有文科等等一些专业 大家也是可以选择的 后面的话我们会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有哪些专业给到大家 啊 除了我们呃 强大的师资之外 那我们的硬件条件也是相当不错的 啊 我们有两座大型的图书馆 藏书超过了三百万册 啊 我们有十座呃 教学楼和实验楼 都有呃 配备最先进的设备啊 以及呃 最完善的教室 这个楼大家看到的 是我们呃 留学生的一个公寓楼 是位于我们上海的 徐汇校区也是算是上海市中心啊 交通非常的便利 后面的话孙老师也会具体的介绍 这是我们的硬件 呃 此外的话 我还要给你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选择继续在呃 华东理工大学深造啊 就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城市上海啊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 呃 他在全球一线城市里面也是排名 第六 那我们中上海的话有很多的一些 城市标签 比如说开放 创新 呃 安全 安全就是指的你在上海生活 非常的呃 安全 没有呃 犯罪率很低 呃 另外的话 世界500强的公司很多都是在上海有 有 呃 rep office 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讲到我们 我们所在的国家中国啊 中国不再是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 那我们还有呃很很好的一个未来 我们不不仅有古代有四大发明 那我们现在也有新的四大发明 包括你可以用手机支付非常的轻松 支付宝 呃 大家有听说过吗 呃 另外的话 然后呃 这个叫做膜拜单车 ebike 也是随处可以找到非常的方便 另外高铁 高铁我觉得是不不但是在中国 还有是有在全球范围内 呃 都有很多的高铁是中来自中国 made in china 所以坐高铁的话 你在中国可以走到很多的地方 最后我还要给大家一个理由 呃 虽然是最后一个理由 但是是应该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呃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呃 继续读大学也好 然后读研究生 读博士也好 呃 都是为了呃 有一个更好的工作 美好的一个前程啊 那我们华里的 其实毕业生的话 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是很强的 我们在全国 这个高校的话排名是在第16位 前面讲我们学校的综合排名是在全国的前30位 那我们这个就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排名的话 是在第16位 远远高于那个呃 前30名的这样一个综合排名 那这也是说明了呃学校的呃 毕业生的话 他们是是竞争力比较强 学习学习不但学习好 而且呃工作能力强啊 大家看到的这些呃 很多的公司的logo是一些要知名的一些企业啊 呃我们的毕业生在这些企业当中都很受欢迎 好这是第二个部分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 问题 前面两个部分主要是针对学校的呃 概况的一个介绍 好 我看到有些同学也是在我们对话对话框 直接就是有提提出问题 我们的呃季老师呃也在忙碌的工作着 实际上提的一些问题的话是呃我看到也是蛮多是一些呃基本信息共性的问题 后面我们也会提到啊 啊这个部分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呃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部分 啊来看一下呃华里的呃学习和生活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我们那些专业的一些介绍 哦那呃呃这个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啊呃我们跟呃很多世界500强的公司啊都有合作啊包括呃全球200多所高校 我们也都有都有交流所以说对这给我们的这个华里的学生啊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实习啊包括就业的机会 还有就是跟呃大学之间的这样校际交流的一些机会啊啊 啊季老师这边也在po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馆照片 这边是图书馆内侧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照片啊进入大厅的一个照片 我们图书馆的话直接就是呃通过刷脸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图书馆啊是非常先进的 然后你可以通过手机呃提前预定你自习的位置啊 啊我们呢哦有一个同学举手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讲到图书馆了 啊孙老师帮我一下我怎么没找到哪位举手啊在这啊这上面啊这位同学 我们可以在这achte mac кв 哦再说你解读啊 啊你的 ΣRE好哎你好请说 ug 我叫软某系我是越南人啊啊 哪啊您tic江 spit要水藏 وس 啊对我们是 哦 哦 呃 revival 呃网络信号不是太好 嗯 嗯 您再试一下 等一天我讲 然后跟您聊天吧 好的 行 待会有问题我们再聊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机会提供给我们的同学 所以我们华里的话 在上海这边的话 也有学在华里这样的一个美誉 同学们都是 特别的用功 包括在图书馆啊 实验室啊 甚至晚上 就是我们晚上奉贤校区的一个 教室的照片 大家都在继续的学习 努力为自己的前程打拼 那除了学习之外的话 大家在华里的话 也可以享受美食 我们季老师又开始偷美食了 这边我们学校的话 是有八个食堂 其中我们有一个奉献 有一个一食堂的话 还在全国高校的这个食堂中 排名前二十 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来来华里 来尝试一下我们的美食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餐厅 可以供同学们进行小聚 包括运动也很方便 我们还有 这边季老师还拍了我们有龙虾节美食节 不贵 食堂的话 食堂是很便宜的 我们运动的话 爱好运动的同学的话 在华里这边的话 这是我们的这个游泳馆照片 游泳啊 网球 乒乓球 等等这些项目都可以很容易的开展 我们学校的话特色是乒乓球 后面的话 孙老师还会继续介绍 那在我们学校的周边的话 购物也很方便 包括加勒福 卡4 Walmart 都是很方便的 可以去去去购物的 在我们学会校区的话 我们有三条 轨道交通 subway 地铁 在学校附近 所以很方便的 可以通达上海的各个地方 我们学校到凤贤的校区 也有这个free shuttle bus 可以很方便 这个照片的话 是我们留学生的宿舍的照片 目前的话 我们都是单身宿舍 single room 然后非常非常的这个舒适 然后在上海这边的话 价格也不高 性价比很高的 后面孙老师也会讲到 已经有朋友特别关心吃的问题了 多少钱 好的 那除了学习啊 生活之外 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社团 包括篮球啊 跆拳道啊 这种运动类的社团 然后还有唱歌啊 舞蹈啊 诗词啊 散文 朗读啊 一些社团 你都可以参与进来 然后包括我们每年 还有组织各种活动 像龙舟赛 龙舟赛上海市的所有的留学生都是每年在我们学校的刚才我提到的一个通海湖 在哦 OK好我说的慢一点 龙舟赛我们每年都是在我们学校奉闲校区的通海湖举行上海市留学生的这个龙舟比赛啊 然后包括文化节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 这也是我们第四次 19年是我们第四届的这个文化节 同学们都特别的欢迎这个项目 所以你只要有时间 然后又有兴趣爱好 你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有朋友举手稍等我一下 还是刚才那位同学 这位同学 你很知识 OK你请说你的问题好吗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在你的学校 请说 是不是在你的学校在上海中心呢 是的我们学校是其实是有三个校区 我们的学会校区就是在上海的市中心 你可以搜索学会区其实就是上海的这个属于上海市中心 Downtown 用英语讲就是Downtown 所以定位位置很方便 刚才我有提到我们有三条地铁线 都是在我们学校的附近 Subway 太好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火车站叫上海南站 South Railway Station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的 这个我刚才在前面的这个介绍当中 其实有提到 所以我可能讲话速度快了一点 接下来你再仔细听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 下面 OK 还有 上海是上海经常用方言话吗 哦不会不会 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 我们实际上都是新上海人 我们都是讲普通话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还有就是英语 对的 那我 很喜欢学汉语的 在您的学校有汉语专业吗 有的 我们后面孙老师还会具体的介绍 OK 好的 我看到还有别的同学举手 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下一个同学 好吗 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再问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有问题 老师你好 你好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很清楚 你请说你的问题 好的 那我请问你 因为我之前也在中国读过研究生 但是我读的是国际贸易专业 然后现在我想申请人力管理专业 那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这个专业呢 正好周老师来给你讲 你好 你是要读书是吗 博社的 博社的 上次我已经在中国读过了 博社我们有科学与工程 下面是有 喂 喂 工商管理里面是有人力资源研究方向的 哦挺好挺好的 但是我说是读的是国际贸易 那这样有没有影响 国际贸易跟工商管理还是有些课是通的 我们要看一下你原来你的硕士是在哪里读的 那所以在江苏杨州 杨州大学 杨州大学吗 对 嗯 你可以报名我们看一下你的资料呀 嗯 哦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嗯 嗯 哦 哦 好的 谢谢老师 他会具体介绍怎么报名 OK 哦 好的好的 OK 好 嗯 好我们继续 嗯 好 前面都讲了学习啊 生活啊 大家也看得比较高兴 那我们再来点 比较严肃的一些 一些话题 啊看看我们具体的一些学院啊 大家可以做一些选择 那学院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一些理工类的学院啊 大家可以看到 一共是有15个学院 对留学生开放 这是理工类的学院啊 那我可能就在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会一一去去去读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谷歌搜索 华东理工大学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然后进入我们的网站 去具体的看一下我们有哪些学院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除了理工类 还有一些文商类的一些学院 包括商学院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外国语学院 法学院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这是学院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本科的部分 那本科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有68个专业 我这边只是罗列了几个 在留学生当中比较受欢迎的这个专业 这是中文授课的一些专业 理工类的有化学工程与工艺 油气储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化工类是我们学校的这个 No.1 王牌的专业 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然后文商类的 包括像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还有包括外语学院的德语专业等等 这是热门的中文专业 那除了我们有68个中文专业之外 我们还有六个英文授课的专业 那有的同学可能中文不是太好 但是他有考亚斯托弗 成绩不错的话 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英文授课的专业 目前的话 我们是有六个英文授课专业 同样是有我们的王牌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油气储运 计算机 应用化学 环境工程 还有一个国际贸易 是文科类的 这是本科的部分 硕士的部分 几个热门专业 同样也有化学工程 无机化学 生物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也是英文授课 这几个专业 一共有四个 还有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社会学 同样也是英文授课 这是硕士的一些专业 当然所有我们的 包括本科 硕士 博士的这些专业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都可以一一的找到 这是硕士的一些中文授课的热门专业 理工类的 包括文商类的 热门的一些博士专业 理工 同样 还有文商类的 嗯 好 前面这个部分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有一些学校啊 我们有15个学院 针对 咱们留学生开放 然后还有就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热门的专业 嗯 理工类文商类都有 嗯 英文的话 如果英文授课的话 呃 本科编码需要 四五分 托福 课文 课文 日啊 嗯 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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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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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同时提交完申请要在线打印申请表 大家看一下啊 一个就是要25岁以下 高中毕业 当然成绩越好的话 那你的申请的把握 竞争力比较大 所以申请的几率就比较高 但是同时还必须要是有HSK 至少是四级以上的一个水平 那通过往年的一个经验的话 我们基本上拿到这个奖学金的同学 都是有HSK五级甚至六级这样的证书 好 来看一下上海政府奖学金第二个项目 一加四项目 一加四的话 一是一年的预科 四是指的四年的本科 那第一年的预科的话 可以获得全额奖学金 还有美元的一个生活补贴 然后四年的本科的话 同样是可以享受学费 是免费的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支付你 住宿费 还有其他的生活费 还是要自己来支付的 申请截止时间同样是4月10号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 4月10号20天 申请的步骤 也是比较类似的 首先要在我们华东理工大学的网站 提交申请 以自费 自费self-sponsored这样一个身份 提交申请 然后跟email 跟我们取得联系 索取奖学金的一个 申请表 然后填好以后 再通过email的方式 发回给我们 申请的年龄限制的话 前面 B类的话是25岁 那一家预科项目是23岁 不超过23岁 同样是需要高中毕业的学生 这个也是需要有HSK 三级的水平至少 有同学在问这个申请表 申请表的话 我刚才说过 通过email的方式 email的方式向我们来索取 这是 这是一加四项目 另外 还有一个项目叫 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的话是 是由我们华东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来提供的 这份奖学金 虽然金额不高5000元 但是也是对我们同学的一种 一种鼓励和对大家成绩的一种肯定 这个奖学金 院长奖学金的截止申请是在6月30号 6月30号 那有些同学申请了上海政府奖学金的话 也可以同时申请院长奖学金 这个是不冲突的 申请的步骤第一步还是一样 在我们华里网站提交自费 自费申请 然后第二步 通过email的方式索取奖学金 院长奖学金的申请表 填好以后返回给我们 同样年龄是不要超过25岁 要有HSK四级的一个水平 那本科的部分的话 目前奖学金就是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请周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研究生部分的奖学金的具体情况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下面重点要讲的奖学金 是针对硕士跟博士的 有问题的随时可以举手 这里面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字不是太大 我们奖学金的华东理工大学 跟其他的中国的大学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共有三类的奖学金 第一类是中国政府奖学金 第二类是上海政府奖学金 然后第三类是自己学校的奖学金 现在介绍的是第一类中国政府奖学金 刚才已经有同学问了 我们学校有没有自己的 那是在中国政府奖学金里面 我现在介绍的是第一类的 是属于从你们国家申请 以及从一些专门的机构申请的奖学金 这一类今年国家留学基金委 已经把时间提前了 第一个就这里国别双边的 应该已经结束了 但是现在还有几个 可能是大家可以用到的 第一个是AUN的项目 去年我们有一位四川大学的越南同学 通过这个奖学金申请 申请到我们学校来读博士的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他们的这个办事机构 是在泰国的曼谷 这个里面针对所有的东盟国家 所以越南同学也符合这个要求 你可以申请过来读硕士或者博士 还有呢是从今年开始的 有一个东盟精英奖学金 这个也符合我们越南同学申请的 现在也可以申请 向我们国家的东盟使团申请 你关键词是这个 A C Y L S 你搜索这个就可以了 以上呢就是属于A类的奖学金 不是通过我们学校申请的 现在前面有同学问的 这是属于B类奖学金 是通过我们学校申请的 我们学校现在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高校自主招的项目 一个呢是丝绸之路的项目 高校自主招的项目 我们今年开放的是两个学院的 一个是商学院的 应该是三个学院 一个是商学院的 就包括刚才有同学问到的 想读人力资源的 商学院的主要是管理类的 跟经济类的 然后还有第二块呢 是材料学院跟生工学院的 这是在我们这个高校自主招里面 第二个呢是丝绸之路的项目 丝绸之路的项目 主要是针对我们学校最好的 专业化学化工的 这里面除了化工 还有一个是资环的放在里面 这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的 下面呢有奖学金资助的 这个标准跟这个金额 这个我相信大家网上 都能够查得到的 最重要的记住一点 就是你的硕士 如果是申请硕士 一个月是3000人民币的生活费 申请博士呢是3500的生活费 第二大类呢是上海政府奖学金 这个是上海的高校有的 可能每个中国的省市都会有奖学金 上海的奖学金在中国来讲是属于比较多的 整个金额是跟北京一样 是属于整个中国省市里面最高的 那我们奖学金也分为A类跟B类 B类主要是免学费的 刚才那个王老师也讲过了 A类呢主要是给硕士跟博士比较多一些 对我们学校来讲 我们这个是对所有的专业都开放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抱我刚才没有说到的那些专业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硕士专业跟博士专业都开放的 然后资助的标准 是跟刚才的中国政府奖学金一样的 硕士是3000一个月 然后博士呢是3500一个月的生活费 然后你的住宿费保险学费都是免掉的 因为这个条件比较丰厚 然后呢这个开放的专业也比较多 所以呢这个每年上海政府的奖学金竞争 还是非常激烈的 有同学问有HSK4 这个是申请我们专业 中文专业学习的最基本的条件 申请的人如果要读中文的专业 是全部都有HSK4级的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同学有5级跟6级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你的专业的背景 看你想学什么专业 然后呢你以前的这个专业背景 是不是符合我们学校的要求 最后一个是华东理工大学的奖学金 这是我们学校自己设的 也是分跟A类跟B类 A类是全额的 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博士的 然后呢B类是指部分奖学金免学费的 这个每年的名额大概是不太多 5个人左右 这个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然后呢所有的专业也是开放的 就是说只是名字不一样 我们所有的奖学金现在资助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你不要看你一定要拿中国政府奖学金 或者说是上海政府奖学金 每个奖学金给你最后资助标准都是一样的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条件 是不是符合我们学校的要求 后面呢是我们一个奖学金申请的步骤 今年呢因为我们改革了一下 有很多的同学没有明白我们这个步骤 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第一点大家要记住 所有的申请都是我们在线完成的 都是通过这两个地址 这两个网址你打开以后进到的是同样一个地方 我们有英文版跟中文版 然后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往下点 首先你要记住 我们现在今年开放的只有个人申请自费的 没有奖学金的选项 因为大家所有申请要申请奖学金的都点这个进去 都点自费进去申请 然后选择硕士博士 然后一步一步的按照要求走 把所有的资料都上传完 上传完了以后 每个人呢只要申请一次 也就是说有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我要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 我也要申请上海政府奖学金 那只需要申请一次就可以了 不需要重复申请 然后第三点记住 我们所有的奖学金申请需要上交报名费的 每个同学需要交600块的报名费 然后呢要把凭证传给我们 所以呢一共是三步上网 申请一次上传所有的材料 交报名费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你要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 然后呢你就要跑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网站上去申请 有同学问提交纸质材料 我们原来的要求呢是全部都要提交纸质材料的 然后现在呢我们正在研究 我们可能下星期就会公布 然后我们可能不需要大家这一次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可能不需要大家寄过来 可以星期一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通知 我看到了有一个有一个同学 我怎么点击手吗 我点了 Hello Jack 你好 I just speak English Yeah sure go ahead Yeah I've already learned charlots before So how can I apply for scholarship So you want to come for a master program Yeah the last year I will graduate at university in Vietnam And then I want to apply for scholarship in China But I have never learned charlots before So first of all tell me what kind of program are you looking for So I don't know how to name Chinese Yeah in English Yeah you want to you want undergraduate program or graduate program or Chinese language Sorry Are you looking for college or for language What you want to do Yes I want to study Chinese Okay so I want to study Chinese language right Yeah Okay so later my colleague will answer you If you are looking for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r akini we have scholarships for you too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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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when i study uh chinese but i have problem because i don't know who can i uh looking for to study yeah you can send us email and uh later mr suan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okay thank you okay you can later you raise up your hand again and uh sonos will answer you okay yeah yeah thank you uh 然后我们华东理工大学的代码是10251 啊这个代码很重要 然后你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三所学校 我建议大家把华东理工大学放在 就把华东理工大学放在最上面 啊 然后如果你要申请上海政府奖学金 那就到上海政府奖学金的申请网址 提交申请 然后把这个申请表 打印出来签字 最后一个呢 如果你是要 申请我们学校的奖学金 因为你已经在我们系统里面注册过了 就在你第五部分 申请材料的里面 第五部分学习计划里面 加上一句话就可以了 我要申请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奖学金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 就是你要申请 如果是申请两个奖学金 你在我们系统里面注册好以后 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网站上申请 然后再到上海政府奖学金网站上申请 如果你要申请三个 那就再到在这里要申请这个 加一句话就可以了 这是英文部分 我就跳过去了 接下来是我们孙老师讲的 刚才Jack的问题 他一会儿可以回答你 大家好 我给大家介绍四个 华东理工大学比较流行的 或者说比选修人最多的色项目 一个是汉语言进修 然后是本科预科 还有就是乒乓球项目 最后一个是奖学金 是刚才有好几位同学 在办医学年的奖学金 还有Jack的问题 我一会儿都会讲到 我们有九位全职的中文老师 他们是每天八小时 每周五天为大家服务 然后确保我们的教学质量 同时我们还有十多位著名 吃饭院校的研究生 作为我们的兼职 韩语老师 他们非常年轻 然后特别乐于和来自全世界的年轻人交朋友 然后我们是每个班最多二十人 目前那是全部是在学会校区上课 然后我们会把每一个班里 尽可能多的是各个国家 国家越多是越好的 然后就是混合变班 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学生 在开学之前分成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 然后我们的中文老师呢 会采用非常灵活多样的 会根据你的学习的习惯 然后采用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目前我们越南的学生不是很多 所以说我们这次和中文录一起合作 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越南学生 来我们这里学习 一会儿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四位越南的同学 分享他们在华里的学习生活和科研 我继续讲这个 然后就是我们目前是 所有的中文收课呢 是以HSK为导向的 学完之后你需要去考HSK的 而且要过 然后呢就是我们是 我们的中文老师会经常 给你们一些汉语练习的任务 让你去提高中文 一般情况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你是可以通过HSK3的 两个学期呢 差不多是四级是基本上是可以保证的 然后我们是相信 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 所以说我们给所有的学生都会有单独的辅导 同时还有每天的答疑 每个班呢 刚才我说的每20人以内的 这班的每个班都会有班主任 他会负责你日常的一些服务 然后就是教室 我们整个的学会校区的教室都是可以使用的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 是全能开放的 其他时间段你要使用呢 是可以提要申请的 然后就是我们一直致力于 搭建一个中外交流的平台 好的好的 欢迎到时候能够见到你 然后呢 我们会组织看语言的学生 当然也有那个学历的学生 就刚才你们看到的 我发的那些图片 我们会组织学生定期去企业里面去参观 然后去一些上海 中国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去参观 刚才在图片里有很多 然后企业参观呀 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企业里面的 企业家来给我们的学生去分享 他们在中国的创业的一些经历 还有就是和中国学生的一些互动 我们会组织很多的和中国学生的交流活动 还有就是我们会提供很多很多的实习啊 就业的机会 还有同时我们会根据中国的一些文化节日 安排很多很多的娱乐的活动 还有比赛 这里是我们参加是上海市的 国际学生的一个比赛 我们是拿奖的 然后从去年开始 我们开始建设 HSK的考点 一月份举行了第一场稿 这里是现场拍的图片 然后这是机考 这是刚才王老师已经提到的 我们的宿舍 只有大人间 而且呢 我们最后会有一个 一个彩蛋 跟大家说下周三 独立的空间 然后大人间 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下周三 下午三点 OK 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的学期之后呢 你们如果说可以 达到所有的考试是合格的 同时出勤也是OK的 那这样呢 你是可以得到获得结业证书的 同时我们也会 根据你的语言水平 推荐相应的就业或者实习的机会 如果说你要继续读我们的学历 有版科呀 研究生呀 博士呀 你们也会有 优先的 录取机会 然后就是第二个项目 就是版科的 预科 理工科的预科 这个是为高中毕业生 那些致力于要读 要读工科 稍等我们看一下 我是彩蛋 彩蛋出来走了呀 那你别帮我放出来呀 好的好的 我们先神秘一下 彩蛋一会儿见 然后呢 这个项目呢 是分为一年的项目 然后是两个学期 每个学期呢 18周 是每周呢 是30个课时 如果说你要是 报这个项目呢 是至少要有HSK3的 今天上海20多度 然后屋里人特别多 好久学校里面 没有这么多人了 搞得我有点紧张 然后呢 是HSK3 是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学期呢 主要是学中文 第二学期呢 就开始学一些 自然科学的课 如果说一年 一个学年之后 你能够满足 所有的我们的 考试的标准 然后同时出勤也是OK的 最后最重要的还是 如果说你能满足 我们的本科的录取的要求的话 那你们是可以持生 华里的本科 可以的 这个是本科的预科 是可以单独申请的 这个奖学金和 刚才王老师说的 是不一样的 那个预科和这个预科 是不一样的 一会儿我会讲一下 那个我们的分学历的奖学金 然后第三个项目呢 就是进修实习 我们和上海的很多的公司合作 去提供给国际学生实习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有两部分 一个是学术课程 几周到几个月是不等的 是在学校里完成的 学会校区 然后另一部分呢 就是去企业里面去实习 也是几周或几个月 这根据你自己的行程来安排 如果说你希望在企业里 在更多的时间 去体验中国的商业文化 OK我们可以安排更长的时间去 但是呢这个项目呢 是有一个限定条件的 就是你必须是大学再读才可以 因为在上海的实习政策 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就是他需要一个 一个MOU 就是一个你的大学 和华东理工大学 签署的一个项目 我在你申请的时候 我会把一个合同的样本发给你 你只需要拿这个合同 去你们的国际办公室 或者international office 然后去盖一个章 或者一个签字 然后拿来报到就OK了 这是上海的签证中心是需要的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件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乒乓球项目 这是你们可能认识 这位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的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就华东理工大学 为什么要有乒乓球项目 是因为从1952年开始 我们已经培养了 超过100多位青黄球的冠军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世界的冠军 当然中国的冠军 水平是非常高的 然后是为专业的运动员 提供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有很多高水平的教练 还有整个体系化的培训 所以说是为专业的运动员 量身定做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并不是专业的 只是业余的去玩乒乓球的话 也是OK的 你也可以报 因为结束这个两个月的项目之后呢 你至少可以提升三个级别 这是中国的一个 做事的方法标准 国家标准 然后至少可以提升三个段位 然后呢 在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安排一次裁判考试 如果你可以通过这个裁判考试的话 那你是可以直接获得国家二级裁判证 这是中国的 你可以在中国的任何的 试一下城市 城市的试 试一下的所有的比赛 你都可以去当裁判 然后有一点需要提到就是 这个项目的宿舍是校外 是在徐惠校区附近的一个公寓 是和的环境非常好 这里有公共厨房 健身房 这里还有一个泳池 然后是双人间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奖学金 我们一直在和各个机构和企业 去合作 去为所有的年轻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提供奖学金 让他们有机会来上海 然后来发动理工大学 来读书 然后能够在中国实现它的梦想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奖学金 这里中国政府奖学金 你可以申请华东理工大学的中文进修 然后这个企业奖学金是我们去年刚刚设置的 会在每年的10月份 就是你如果说9月入学10月份 你们期中考完试 我们会做一次评选 这个是需要申请的 然后这个是空子学院奖学金 刚才有位同学在问 我们有没有一年的奖学金 这个同志学院奖学金 你是可以申请一年的 当然也可以更短 然后这两个呢 是你学完了一个学期 第二学期 最后这两个奖学金呢 是不需要申请的 你如果说出勤 还有你的学业水平 达到标准 我们就会直接授予 是不需要你们申请的 而且数量也是不限的 这是目前我们非学历的 主要的这样五个奖学金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同学 我们有四位同学 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我们五同学在吗 好的 我们的五同学来了 他又走了 你好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华里的学习生活 好的 现在我再分享一下自己吧 我是五六千 在今年二十四 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的本学生 专业是天区工程 其实就是动化的 今天文位 我们现在我们今次进行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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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现在 学习经验 老了迪特连德东华 那现在我用汉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华里的两年吧 首先我介绍一下华里的学习和研究方面 就是觉得华里的教学队伍与研究的专家很丰富的 然后教学的设备也很健壮 健大 然后理工大学的 应用性的 专业应用性的也很强的 然后 第二我介绍一下就是 老师们 老师们是很热情的 谢谢 他们帮助我 他们帮助我很多 然后 但是上课的时候 那是比较 严格的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学习的氛围和环境 然后 第三呢我分享一下就是 学校的校园 啊 我觉得 华里的校园的 风险呢还是 取回的都 很美丽的 然后 冬天也 很温暖 夏天也很凉坏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再还了一些 最喜欢的就是 老师以前就说过了就是 宿舍的 大人见的 然后 什么都有的 冰箱 热水器啊 还有一个就是阳台 对阳台 我比较喜欢阳台 对 对 那 这样 如果大家 对华里的感兴些的话 那 可以啊 来我们的华里的家庭吧 啊 我们会等你们的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谢谢我同学的分享 谢谢老师 好的 我们欢迎下一位 OK 软同学 软同学在线吗 啊 呃 软光辉 软俊勇举一下手 好的 老师好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哦 我是软 我是软俊勇 嗯 好 好吧 那你先讲吧 好的好的 你先讲 大家好 我是软俊勇 然后 我现在是 在新闻俊勇业的 华里的学生 从运动俄担持 第二年 然后漂亮人 后面就跟大家 分享一下 虚同学他这边 的性格 和学生 和老师 的 跟同学 的 会 好的 吃通了 Andrew dans Teilchen的 나도 我們有 Ausgur大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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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好的,就是我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已经在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到现在一共读了五年, 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第一次,就是宿舍的方面,宿舍方面的话,跟老师刚才讲的都是大人间, 住宿环境也挺好,就是有阳台,刚才跟那个师弟说阳台挺好,然后就阳台外面的环境也是挺好的, 然后老师和教育方面的话,就是华东理工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对学生是很,就是帮助很多,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申请博士的时候,各位老师帮助挺多, 然后我得到的博士生讲学金也是在老师帮助之下,就是老师会给你们一些建议, 怎么申请,然后怎么找老师来指导,然后学习环境的话,现在我学习的专业是机械工程, 然后实验室的设备之类,在华东理工算算算算是比较好,然后跟我们越南这边学习, 学习,就是在实验室的学习方面就是方便很多,就是做实验的资金都是老师会给你们资金, 然后如果有给老师做一些项目的话,老师还会给你们一些补贴,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学习,学习关系,然后就这些, 某医生在中国看起来的话, 两个学习 şeh才一个学习以中国看起来的时候, 很正常 好了 现在 الآن半个学院的部位置, 我们有深入的这是一个人的设备, 我们在开心中方的学习体的一间房子 现在这个房子在有个房子的房间, 在櫛ビット中夺者 ốc量 ы COL 小學生大概有幾個師 ,資� strengthened ,資訊 你機的手伺手提供這邊, 人手提供你幫我嗎 你以後 causes我的手伺手提供,你協同不用支援 你就需要一些心碎放在那裡 所以你也要保護了,廣傳中旁邊廣中五以外 好的,謝謝老師 好的,謝謝鏡永的分享 好的,我們過一段時間在學校見 歡迎你早點回來 好的,謝謝老師 好的,拜拜 拜拜 OK,我們有請下一位,阮光輝 各位老師好 各位老師好 哈囉,哈囉 老師好,老師好 好的,我叫阮光輝 是2017年的碩士 現在我讀的專業是環境工程 來到華麗也是兩年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學習經驗和生活方面 之前兩位說的話 都是已經說的差不多 只有那個大部分了 就是那個學校是很強,很好的 現在,因為那個我來的時候 就是2017年有兩位得到那個羅貝癌等獎 就來訪問學校 所以這個專業關於那個化工類啊 是那個特別強 我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那個強調這個項目啊 然後那個學校分為兩個校區 在那個風險和那個在學會 我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學會 大部分在學會 而且是如果我覺得 如果你們能來到那個華麗 是那個就是那個很好 然後在上海的話 是你們可以那個打開的那個眼界 就是因為上海就是那個大多數 然後這些在那個食堂方面 或者跟其他的那個留學生 是有很多留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 你們可以跟他們交流 是用英文或者用漢語 都是能提高對漢語的話 可能會提高和那個英文 對你們也有很多很大的那個幫助 除了那個學習之外 學校還有那個組織很多那個活動 就是像文化體驗 你可以去外灘 上海的外灘 或者去其他的 的省份 或者其他的 像那個 中民島 來體驗一些 中國的文化 也是對你們的那個 生活方便也是 很豐富 啊 很有幫助 現在 因為有些 是 好 阿 阿 dans Technique müssen dann Pros But 您的方便 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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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ở các bạn truyên ngành khoa học và như các cái chương trình khác thì còn lại về thì Về cuộc sống ở Thượng Hải thì có thể nói là cũng hơi đắt đỏ so với các tỉnh khác nhưng mà cũng chỉ đắt hơn một chút thôi nếu mà các bạn là chỉ có ăn ở trong trường thì nói chung là vẫn đủ vấn đủ điều kiện bên à Nếu mà các bạn là đi chơi ở ngoài thì đó cũng 不正常的外地 很多人在 聚集到 300.000 在大 大 在大 在大 那 在 在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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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加入华丽大家庭 谢谢 谢谢光辉的分享 希望我们早日在学校见面 好的 我也希望如此 好的 好的 祝你防护 好的 拜拜 好的 谢谢 拜拜 OK 下一位 菲菲 菲菲在吗 可能菲菲的网络暂时不是很稳定 她可能暂时不在 菲菲你在吗 OK 我们先继续 然后一会儿菲菲 菲菲进来之后举个手 我帮你放出来 OK 好的 那我们继续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申请的 整体的一个流程和我们所有的联系方式 这是刚才王老师和周老师已经反复强调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网址 就是ecust.17jz.org 你们一定要就这个 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要通过这个网上申请的 第一就是要在这里注册一个 第一 好帅好帅 谢谢 OK 首先你要去登录这个网址 然后注册一个账户 然后要提交网上申请在这里面 提交申请之后 也要支付报名费 但是如果说你通过中文录来提交申请呢 我们是可以免除 本语言 或者非学历的话 是可以免除400块钱的网民费的 然后是本科研究生博士呢 那可以是免除600块钱的网民费的 然后就是你需要上传一个 你报名的那个那个凭证 然后一个照片 或者是如果说你认识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 你就像暖光辉 俊勇 还有吴日庆 你如果认识他们 然后和他们联系 他们给你一个 一个推荐信的话 那也是可以免费免报名费的 你申请 然后呢就是提交完了之后 同时你也支付了报名费 或者提交了推荐证明之后 我们的录取结果就OK了 我们的审核是很快的 都是有时间的 然后呢审核 如果说审核通过 那么我们就会准时的把录取通知书 还有签证的申请材料 邮寄到你在系统里填写的那个地址 以便于你去申请 S visa 就是学习签证来中国 如果你是有计划要住在宿舍呢 你要根据录取通知书上说的时间 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去预定宿舍 预定到了 那你就可以再来到 来到华文留大学之后呢 直接去办理入住 就OK的 然后就是办理签证 然后来上海 直接应该 我知道是有很多支飞的 这是一个申请的流程 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各种方式 希望你们如果说是希望和我们有及时沟通 这里可以直接打电话 这个3279是学立项本科研究生 或是都可以打这个 然后3277呢 如果你要学中文可以打这个 然后这是刚才我们的同事一直在给你发的是 我们的ries.ecos.edu.cm 这是我们的官方的网址 今天我们所讲的所有的内容 你都可以在这里查到更详细的信息 还就是如果说你是用微信的 刚才我看有同学在要微信号 可以的 我们都会有公布 然后这是微信的公众号 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我们的一些新闻 校园的新闻 还有很多重要的信息在这里面 欢迎大家来关注 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的微信不准方便 也可以在social media 这些社交媒体上 像incy 还有facebook 上面这是我们的官方的主页 这时候我要我要放彩蛋了 我们的美女老师 美女老师 王老师 美女老师 来了 你在哪呢 王老师 举手呀 好的我们的王老师来了 王老师在这了 好的 我们 好的 我们王老师 看学校 OK 我们王老师又给你介绍一下 下周三下午我们要干什么 来吧 王老师 下周三下午 下周三下午我们会一起先去看我们上海市最便宜的单人间 立志公寓 是的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彩蛋今天所以说不要露全脸 周三的时候再给大家揭晓真面目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谢谢王老师 拜拜我们周三见 拜拜同事们辛苦了 同事们周三见 拜拜 拜拜 OK 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直播呢就是在这里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的主页 然后我们会在周三下午北京时间三点 然后直播 我和王老师会直播我们所有刚才五同学 然后两位阮同学一直祈祷的 他们住得特别舒服的单人间 60块钱一天在上海 你是找不到的 这个是我可以保证的 然后我们到时会从外到里 从里再到外 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OK ECUS ECUST 10251 就像刚才周老师和王老师介绍的 10251 是我们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校的编码 也方便你们记忆 所以我们这样命名的 OK 最后呢就是 学在华里 刚才大家没有问完的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吗 对的 有问题可以举手 我们视频 所以大家可以举手 好的好的好的 飞飞飞飞飞飞飞你在吗 我们的飞飞飞可能网络有点问题 我们下次 飞飞也是一个一个财大 老师好 好的好的 随我随我随我 就是刚才有些 就大家问一下就是有问题 还有我报名的话 有问题那怎么解决 就是跟老师刚才讲 那个报名手续 如果大家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举手 可以举手 在网络里南 可以举手 通用这些网络 因为可能大家没有 有些网络 所以可以举手 有问题 所以可以举手 可以举手 可能 照相计 我 知道 你 知名 要 那个 你 你 答 我们满足的连续准备好了 通通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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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我刚给大家报那个我那个交流号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 好呀 好呀 谢谢 谢谢 谢谢软同学 好的 我们也希望就是 我们在华里的瑞兰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们的团队也越来越强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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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还有其他同学对于我们的本科项目 对研究生 博士 还有各种奖学金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 OK 如果说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到80多分钟了 非常感谢大家能今天参加 华东理工大学 在中文路上的 一次 直播 然后呢 希望能够在 9月份 看到大家在华东理工大学校园 因为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上是控制住了 是 非常欢迎迎大家来华东理工大学的 OK 我们今天晚上 这是 我是林老师 我是林老师 我们林老师 庄稷老师 期待和大家在9月份在上海见 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中文路的各位老师的辛苦 谢谢 拜拜 我们在华里的游学生同学 也谢谢你们 谢谢我同学 两位同学 拜拜 晚安 Good night